大家好,最近有朋友在問我說喇叭線可不可以拿來當電源線用 其實事實上是可以的,只要喇叭線進夠粗是可以的 那一般來講的話 喇叭線的話大概說像這種10G的線比較多 那甚至16G、18G的線也有 不過一般10G的線用來當後級的電源線其實是綽綽有的 那一般說起來的話電源線其實只要這樣子一條線 就是這樣子的電纜線這樣子一條 那裡面的芯線是這樣兩股的線其實就可以用了 那如果說你有地線的話可能就需要多加一條這種線 必須要多加一條線來當地線時候使用 那你可能就需要兩條像這樣子的電纜線來使用 那電源線來講的話 通常我的習慣呢我會照著字的方向走 比如說像以這條Bilden的線來講的話 它的字的方向是這個樣子的 所以我大概就會這邊的頭 就是BildenB開頭的這邊的這個端 這一端 這一端我們就拿來當電源的工頭來使用 然後Bilden這個後面N尾巴的這一端 就是字方向走的尾巴這一端 我們就拿來當這個母頭來用 那做電源線其實就跟之前我跟各位介紹的方法 其實大同小異也都差不多 那唯獨比較不同的就是 因為它是一般的喇叭線 它是一條電纜線 但是裡面有兩股像這樣子的東西 你就必須要做兩條像這樣子的 才有地線的功能 那如果你沒有地線的話 你就做這樣子兩條 這樣子一條電源線 然後做裡面的兩股來做電源的正跟負 其實就可以用了 你就不需要用到第二條來當地線時候使用 好那做法也是一樣 那我們就把前面這邊先把頭撥掉 然後這邊做公頭的部分 好那電源的頭端的部分 我們這邊就把它皮撥下來之後 那就這兩條線當火線的正負 跟這一條線紅色或黑色的來當它的地線來使用 那一樣就是一樣撥線然後上焊洗 那電源線的頭部分就把錫包上去 包上去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直接裝這個電源的工頭 好就可以直接上這個電源的工頭 好這個工頭就這樣鎖上去了 那基本上你只要把它鎖緊就可以 那一般我的習慣齁 我會鎖上去之後呢 我會等一段時間 等個十幾二十分鐘 再來鎖第二次 好那主要就是 希望它可以有一個 有一個手部的硬力的感覺 可以讓它鎖得比較緊 而且比較不會 不會跑掉 好那到最後的時候 我們再把它這個 這個尾巴的蓋子再套上去鎖緊就可以了 接下來我們這個 等它的同時 我們就先來做另外一端 那這邊是要來做那個 馬尼口的這個母頭的部分 也是一樣 波線上焊型 做法其實跟這邊一樣 只是到時候把這個頭把它套上去而已 那其實做電源線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那要不要上焊型就隨個人喜好 那我個人喜歡上焊型的主要原因是因為 上焊型之後呢 它比較不容易受環境空氣的影響 比如說像天母那一帶會有硫磺的問題 所以 硫磺的東西對於銅來講其實蠻傷的 所以一般來講的話 上焊型可以解決一部分這個 這個 那個空氣當中這些水氣啊 這些硫磺 這些 有影響的這些因子 讓它盡量的變少 那也是一樣我們先做一下確認 這個這個這兩端是走火線跟水線的 這端是走地線 我們先確認一下這個 這個頭有沒有錯 那我們就把這個頭拿過來 我們先做一下確認它有沒有錯 像這個是地線的部分 這個是水線的部分 這個是火線的部分 都沒有錯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一樣做上焊型 然後這個把那個母頭的部分把它裝上去 這兩端的頭都做好了 那就像這個樣子 那我們等一下 一樣稍微再等一段時間 我們就把它 這個 這個兩個 這個套筒的部分 套子的部分 我們就把它套上去 那我們在做最後確認的時候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正負極有沒有弄錯 然後跟這個 這個 電源線的部分有沒有鎖極 那我們等一下再來做最後的確認 好 基本上我 我曾經還有看過有人在這個螺絲鎖上去的部分 在這邊我們還另外再加上那個 蠻氧素質 把它包起來 就是把它黏起來 那這樣子其實還有一個更好的好處 就是以後 它要接受 就是會碰到那個 那個空氣接觸的機會就更少了 我曾經看過有人曾經在這邊把它全部把它封起來 這樣 就是包括像 這些地方啊 這些地方 通通用環氧素質給它封起來 這邊也給它封起來 像這些地方 通通都封起來 那我發現其實這樣子的效果 其實 對於空氣當中那些 不太好的因子造成 銅線氧化 這類的問題會比較少 但是這樣子做的話就是 有人喜歡有人不喜歡 那就看人個人 你家裡的這個空氣的這個影響 對於電源線本身的影響大不大 那如果說你覺得還好 你想你願意說你每隔幾年 就減掉一小節 重新再做 其實也沒有關係 好我們再來做 這會有一次 這個頭比較小 我們就用比較小的螺絲旗子來處理 都蠻緊的 好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把它 這個屁股尾巴的這個蓋子 我們把它鎖回去 我通常在做這條線的時候 大概都會加這個銅螺絲 因為這個線 這個這個線的這個線徑沒有那麼粗 那鎖起來就會有一點空氣 所以一般來講 我會用一個銅螺絲把它尖細 把它填滿給它補滿 就不會看起來不會鬆鬆 鬆鬆的也不會看起來不扎實這樣 那我們再做最後一次的確定 好一樣用電錶稍微再做一下測量 好急性不要做錯了 好這個很重要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地線 然後火線 好這個是水線 好表示線跟線之間都沒有碰到 這麼粗的線要碰到也不太容易了 好做到這邊我們就結束了 那如果你希望想把這種喇叭線拿來當做電源線 那這種這種做法其實事實上是可以的 那如果你對於這方面的東西有興趣 你也可以自己嘗試試試看 好謝謝大家收看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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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